人文讲堂 每年夏天都有许多社会新鲜人 从学校毕业准备踏入职场 职场存在着各种未知的可能和挑战 他令人相当兴奋 但也让人感到焦虑 他其实有关着未来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于我们的人生发展至关重要 大人学共同创办人姚世豪 今天他将以自身成功的纪念 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找到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欢迎姚世豪老师 我们人生从小到大 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不同的焦虑 小时候我们最怕做错事 被爸爸妈妈抓到打屁股 然后上了学之后担心成绩不好 被老师打手心 更大一点我们担心自己考不上好学校 教不到男朋友女朋友 然后这样一连串的焦虑 好不容易我们从学校离开 长大成人之后 我们心里想 哎呀终于海阔天空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独立做自己 结果万万没想到 真正离开了学校进入了社会 才是真正更多焦虑的开始 大人的世界比小孩子的焦虑要更多 其中有一项就是职业 各位想想看 我们从25岁开始 假设我们进入社会 一直工作到65岁 整整40年的时间 我们都会担心我们的工作 能不能继续安定 我们都担心我们的薪水够不够 这个焦虑甚至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甚至尤其是大家都会有的 这个周一忧郁症 一年总共要发生50次 我们工作40年 总共要发作2000次 我是一个管理顾问 我的专长是透过逻辑思考 帮各式各样的企业 解决它内部经营的问题 我自己呢 从这个20多岁啊 进入职场 我就突然发现 职业这件事情还真是伤脑筋 所以呢 我打算用我所学 用这种逻辑分析的方式 为我自己的职业来做诊断 那今天呢 很高兴 我就把我过去这20多年 针对职业这个焦虑 我是怎么排解的 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 请各位跟着我的思绪 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幻想 假设今天有一个外星人 来到我们的地球 他想要研究我们地球上的人类 是怎么样过生活的 我想呢 他每天一定会发现一件 非常非常明显的事实 就是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每天早上起床 几乎都做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往大都市移动 过了八个小时之后呢 这所有的人又会往反方向 一路回到自己的家里 而且日复一日 就像刚刚讲的 一个礼拜五天 只有礼拜六 礼拜天休息 而且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六十五岁 从年轻一直到老 所有的人类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人类我们称它叫做上班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 上班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从人类的社会中发生的 事实上呢 如果各位有看过一些历史的话 你会知道 人类在地球上存活了 已经有将近三百万年的时间 可是呢 我们所谓的上班族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概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的历史 比做成二十四小时 也就是一天 假设人类的历史总共就是一天 我们成为上班族的时间 其实是在最后一分钟 才突然发生的 人类三百万年的历史中 大家是不用去上班的 大家做自己的事情 有些人是农夫 有些人是工匠 在自己的家附近 做自己家族 或是做自己被委派做的事情 全部人一同大规模的移动上班 再大规模的移动下班 其实是人类历史 最后一分钟才突然爆发的 这个外星人呢 当他继续研究 我们地球上的历史之后 他会看到这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 他给了我们所有的解答 这张图表呢 有两条线 一条是蓝线 一条是红线 蓝线呢 他其实代表的是 整个地球人口的总数 你可以看到这条蓝线 在过去一两千年 几乎都是平缓的 一直到了1800年左右 前后突然间地球上的人口 呈直线型的暴增 至于红色的线 它代表的是所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GDP GDP这条红线呢 跟蓝线有非常类似的趋势啊 它也是人类历史几千年以来 这条线都是平的 几乎没什么改变 一直到1800年之后 突然间笔直的往上升 如果你是一个想了解地球物种 也就是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外星人 你一定会很好奇 18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人类会突然间不一样 我想有些听众 可能你已经猜到了 没有错 我们在学校里都学过 其实从1800年前后 人类历史发生了一件 非常非常重大的改变 它形塑了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 包含全世界的人 为什么通通要在一定的时间 上班下班 这也是1800年 这个事件导致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 它就是所谓的工业革命 美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人类历史上 其实只发生过 唯一的大事 就是工业革命 我想光知道工业革命 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说非常遥远 毕竟它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 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方 你就知道它是如何 形塑我们今天的生活 大家应该听过亚当·斯密 这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 他在1776年的时候 出过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 叫做国富论 他在国富论里面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 也非常写实的田野调查 各位1776年 刚好就是工业革命的烂伤 即将在那个时候开始 在工业革命之前 书本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大头针的工厂 在工业革命之前 人类已经会生产大头针了 可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大型工厂 是以家庭手作 家庭作坊的模式 来做这个大头针 供这些裁缝来使用 当时他做的研究 一个家庭的作坊 大概是十个工人 这十个工人 可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可能是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父母 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大头针 每一位工匠呢 他必须从小到大训练 从打铁一直到怎么去磨肩 一直到怎么去包装 一直到怎么销售 整个一条龙 每一位都要去学习 像这样的一个家庭作坊 以十个人为单位 一天可以生产两百根大头针 这是当时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产能 可是在1800年前后 慢慢人类开始懂得运用机器设备 开始懂得进行专业分工 开始懂得清建大型的工厂 甚至建立所谓的流水线 生产线 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 当然也包含了大头针 当时已经有大头针工厂了 这个亚当斯密呢 他就做了一个调查 同样生产大头针的工厂 它的功能跟家庭作坊 做出来是一样的品质 每十个工人 各位注意哦 同样是每十个工人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当时产生的大头针有多少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是四万八千根 同样是十个工人 在工厂生产线 专业分工 加上机器协助的状况下 产能暴增两百四十倍 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个时代 如果你家里 刚好是家庭作坊 你是做大头针的 结果呢 你以为这样的事业 可以一路传承下去 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没想到突然你那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工业革命 家里附近开了工厂 它同样一天的产能 是你的上百倍 甚至上千倍之多 而且品质还比你的好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很简单 家庭作坊就被大型工厂取代了 取代之后呢 家庭作坊解散 所以大家要去哪里找头路呢 当然就是去工厂找头路了 可是各位要注意的是 工厂的做事情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不要求你什么都会 它只要求你会一件事情 打铁的你只要受训练 光做打铁一件事情 做包装的只要包装一件事情 修机器的你只要懂得修机器就好 这叫做专业分工 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后 我们开始慢慢希望 每个人都要有一项专业技能 而且你只要有一项专业技能就好 因为你学太多东西 对这个工厂的生产 其实并没有帮助 换而言之 我们每个人在工业革命的时代 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也变成了一个零件 做单一的事情 我们再把这样的概念 继续往学校来推 最传统的时候 学校原本是贵族才能接受的教育 贵族接受教育 它是培养一个全人格的发展 可是到了我们今天 学校某种程度 它也变成工产生产线的延伸 各位你可以思考看看 我们在公司里面 是不是有会计部门 各位在大学里面 是不是刚好有个会计系 在公司里面 是不是有工程部门 你会发现在大学里面 也有工学院 刚好是一对一的对照 各位这绝对不是巧合 是因为现在的学校教育 某种程度 它虽然教会我们各式各样的知识 可是它也扮演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把我们培养成 具备专业技能的人 这样子才方便 到了工厂之后 可以培养出一个好的劳工 可以培养出一个专业技能 让产能直线上升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 也就是你我所接受的教育 大部分时候 它不会太在乎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天赋跟热情 它更在乎 透过各式各样的测验 帮你做分科 帮你做筛选 所以在这样的教育下面 我们当然会对职业 未来产生很多很多 各式各样的迷惘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 我们自己要做什么 同样的 当我们在学校里 受了这样的训练之后 我们直接就派发到这个社会上 是工厂也好 是公司也好 我们就一辈子贡献专长 贡献所能 就整体而言 如果我们想要让社会的生产最大化 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系统 好 没有错 我们从小就受专业训练 长大之后直接进到工厂 发挥最大的产能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时代 它其实不断在巨变中 传统的工业革命的思维 让每一个学生 从学生时代开始 就培养专业技能 等于把我们当成一个 生产线的延伸 成为一个标准的零件 也许有人会说 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像我们父母那一代 好好努力读书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在工作上 努力地求表现 一路升到经理 升到总经理 最后安稳地退休 这不是也是一个 很单纯而美好的人生吗 对 我承认 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 但问题来了 各位 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很有意思 你看到的每一条 彩色的曲线 都代表一个不同的世代 这不同的世代 这个曲线你会看到 随着每一个世代 它的年龄 它薪资的成长变化 请各位尤其注意 中间的这条红色的线 这条红色的线 刚好是43岁以下的世代 也就是西元1977年 出生之后的人 你是符合这条曲线的 你可以发现 1977年之后出生的人 在台湾 薪资的高峰 也就是这个曲线的顶端 大概会落在30出头岁 甚至35岁之前 他的薪资是4万元台币以下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其实他面临的焦虑 很多人家长说 这个时代年轻人 不愿意吃苦 不愿意努力 我认为这个说法 其实有欠功允 我们从今天这个研究 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遭遇的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们在30出头岁的时候 薪资已经达到高峰 而且是非常非常低 不到4万块 所以对于职丫 他们当然会产生严重的焦虑 我们回到今天的命题 到底我们为什么 对职丫如此焦虑 我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因为刚好 在这个世代的年轻朋友 他的旧规则 我们父母那一代时代的旧规则 原本好好的 可是刚好到了现在 已经彻底被打破 可是新的规则 却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 特别容易感到焦虑 因为他没有好的道路 可以让他依循 要糟糕各位年轻人 你焦虑也没有用 这也不是上一代的错 你唯一该面对的是 你该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这是唯一我们可以走出 这个焦虑的方法 很多学生常常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20多岁的 不到30岁的朋友常常问我 他对职业非常焦虑 问问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 该怎么走 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 当你心中有一个焦虑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会想 把这个焦虑归零 想把它排除 可是我认为 这是非常难做到的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 把焦虑排除 可是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焦虑 用在对的地方 什么叫做对的地方 我的答案就是 从今天开始 你成为一个主动型的工作者 而不是一个被动型的工作者 我们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想要努力读书 然后找到一个好工作 然后我们就一路待下来 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 每一个人都是一间个人公司 你应该把自己本身 当作一间公司来经营 成为自己的CEO 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 前人留下来的路 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我们就要当自己的CEO 为自己找出自己的路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听起来当自己的CEO 好辛苦啊 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 我告诉你 这张图会给你一些答案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了 传统的所谓的受雇者 我们把它叫做Job Seeker 也就是我们父母之前 那一代的上班族 到了今天 其实通常他的薪资 在35岁已经达到此生的高峰 随着后面年纪的进展 当我们正要花更多的钱 小孩子嗷嗷代谱的时候 我们在职场上常常薪资已经开始往下降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悲哀 不过如果你可以换个角度思考 我们不要当传统的受雇者 这是一个被动的雇员 我们能当主动的工作者 也就是所谓的career builder 我们当自己的CEO 这边要提醒的一点是 所谓当自己的事业经营者 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要去成立公司 真的要去创业 即使你在上班 你也可以建立起你自己专属的职业 如果你有能力作为自己的career builder 当你自己的职业经营者 你的曲线会是这条蓝色的线 对 没有错 在25到35这段时间 你可能跟同学比 跟你的朋友比 你可能买不起房子 买不起车子 户头 存款 也可能比不上你的同学 远远低于这条橘红色的线 可是只要你好好地经营自己 慢慢地累积你的实力 根据我大规模的调查 还有我周围一些 所谓的事业经营者的分析 其实大部分人 能在40到45岁之后 他的曲线会反转至上 一直到后面 所以当大部分的传统收雇者 面临中年危机的时候 事业经营者 所谓的后机而波发 他们才正要发光发热 对于一个事业经营者来说 他的人生 我们可以简单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5到35这段时间 对事业经营者来说 他其实只是一个探索期 这段时间他的重点 不是买房子 也不是努力地存钱 而是努力地让自己这家 一人公司在市场上 可以有所强项 然后35到45 他慢慢地持续累积 他的专业技能 到了45 他开始拓展他的能力 去服务更多的客户 到了55到65 他甚至已经开始传承 把他的经验传给下一代 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 这边呢 身为一个事业经营者 我也给大家几个比较明确的建议 第一个 要追逐梦想 可是呢 我认为所有的成熟大人 也应该对自己负责 要存180天的生活费 为什么会有180天 因为台湾人平均找工作 三个月可以找到一个新工作 我们double 乘上两倍的安全系数 我们六个月就是180天 请你现在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现在的工作 先努力做下去 好好存钱 存到180天的生活费 你再来努力地去尝试 绝对不要回家 听了这个演讲 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要当自己的CEO 请借我20万 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二个建议 各位不要急着买房 华人世界里非常鼓励大家 早点买房子安定下来 可是在这个不安定的时代 我认为你应该优先保留弹性 而不应该太快安定下来 所以我希望各位 在35岁之前 尽量地把钱用在 投资自己的知识 投资自己的技能身上 因为当你买了房子之后 你很可能因为担心 付不出那几千块的房贷 少了几千块的房贷付不出来 而丧失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机会 而且我鼓励大家 年轻的时候 尽量住在公司的附近 以租屋的方式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你每天如果可以减少 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回家大家做做数学 你会发现一整年 你几乎可以比你的同侪 节省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这是非常可观的 一年 只要每天省一个小时 你整年可以比人家 多一个月的时间 用来学习 用来工作 这都会是你未来的资产 另外一个建议 请大家在25到35这段时间 每两年 请你设计一个关卡 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每进一家公司 一开始 我都会给自己设定 两年之后 我就要离开这家公司 不管这家公司再好 薪资待遇再高 里面的老板对我再好 我都设定两年 我就要离开 除非两年之后 公司给我新的职位 新的挑战 我才会继续考虑待下来 否则我就当做两年 这样的方式是给自己一个时间上的压迫 你就会知道 每两年 你一定要赶快在这两年累积一些成就 在这两年认识一些人 在这两年培养一些技能 各位你想想看 两年差不多是念一个硕士的时间 我们每两年当做哪一个硕士学位 你25到35岁 如果你努力地工作 这十年 你等于比人家多了五个硕士学位 那我想你在中年之后 你的发展绝对是无可限量的 再来 心流体验 是我们自己常常要觉察的 什么叫做心流体验 心理学家近年来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他发现在工作上 在音乐 在艺术 在各个领域里面 表现特别突出的人 常常进入所谓的心流体验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突然间非常的专注 你沉浸其中 你忘了时间 甚至忘了肚子饿 一下子两三个小时过去 你才惊觉 你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 这里面没有人逼你 甚至没有人付你钱 你还乐在其中 这叫做心流体验 而且通常进入心流体验的人 他迟早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我建议大家 每天把你自己从早到晚 你做的工作 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任务 这些任务你给他打个分数 哪些小任务你很喜欢 哪些小任务你不喜欢 哪些小任务是借在中间 没什么感觉 你长久以来 做出这样的一个表单 慢慢你就会知道 有哪些小任务 你是特别感兴趣 特别容易进入心流体验 然后你在反观你周围的同事 或是你的朋友 哪些人的工作里面 有更多的小任务 是你喜欢的 也许这就是你下一个两年 该去追求的质押方向 另外一个数字是二 也就是呢 请你在每一份工作里面 尽量努力地去认识周围的人 有一个社群网站的研究告诉我们 我们人一辈子啊 能赚到的钱 我们的财富 刚好就是我们身边 十个最亲近的朋友家人的平均值 这就是同温层效应 如果你希望你的自己的财富也好 或是无形的知识 或是你的眼界跟格局 能越来越开放 那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 就变得非常重要 请你尽量多去认识人 而且在认识人的过程中 不是只是吃饭聊天喝酒 也要多了解 多聊聊彼此之间 对知识 对学问的追求 还有价值观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能从中找到 一位到两位 他在某个领域 能成为你的专业偶像 那你一定要常常跟他请议 我们刚刚讲了 既然我们希望大家 都要做自己的CEO 把自己当作一个 个人的事业来经营 那既然是一个专业经理人 他一定会有财务报表 一定会有自己的经营计划 所以你也要为自己建立 这样的一个职业进度追踪表 这张表呢 是我从二十几岁开始 我就努力为自己建立起来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范例 我们可以看到横轴 他刚好每两年是一个栏位 二十五岁到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到二十九岁 所以每个阶段都是一个关卡 每一个关卡 我在哪些公司待过 这家公司是大型中型 还是小型公司 它是什么产业 我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呢 最重要的是 这两年里面 我认识了哪些专业的偶像 我学到了什么技能 我为这家公司贡献了 什么样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 我在这过程中 哪些任务常常让我产生心流体验 我基本上是每一个月 会给自己反省一次 就像是你经营公司 每个月都要检讨一下 你的财务报表 是一样的状况 每两年换一份工作 你就会越换越好 而且在这十年间 你就会达到非常精准的累积 希望各位把这个表单 好好的实践在你 个人事业的经营上 面对这个多变的时代 我们没有人能清楚地掌握未来 所以当然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焦虑 这是正常的 但是我一直相信 逻辑思考 是一个我们现代人 非常有力的工具 只要我们好好运用思考的能力 一定有方法 找到我们人生的定位 也找到我们未来质押的方向 我是姚诗豪 希望你跟我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谢谢 面对职业规划 我们不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而是应该把自己当成品牌来经营 社会新鲜人在踏入职场后的前五年 是探索兴趣与培养专场的准备阶段 透过姚诗豪老师的经验分享 希望每一位社会新鲜人 都可以在这一场开放的游戏当中 找到未来40年的人生主导权 感谢姚诗豪老师的分享 任务讲堂 我们下次见